脸书上有许多处有照片 33岁的黄胜航孝顺又顾家 每星期还固定回家探望妈妈 原本计划农历年后要和女朋友结婚 我们家属都非常的痛心 尤其是在告诉他妈妈的时候 完全崩溃 黑鹰迫降情况紧急 黄胜航直到最后一刻还试图保护长官 用他的双手 用他的身体保护着我们的参谋总长 他这种最后一刻还在尽忠职守的精神 事实上家属们都觉得很骄傲 家属伤心 志工赴慰 只愿能稍稍减轻伤痛 头份师兄师姐看到了 我们就马上过来慰问家人 表达我们上人对这件事情的关切 送念佛号为往生者助念 期盼家属早日走出伤痛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钟慧如 妙力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